高雄市政府推出高雄开旧传振兴活动 正式公布资本振兴券对领高雄券方案 市长陈其迈指出 由史泽副市长、罗达森副市长跨局处的振兴小组 透过密集的会议筹办 积极与业者沟通 高效率执行资本方案的前置作业 让最方便的资本方案顺利上线 我们高雄市政府 不仅防疫工作 全面的落实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真心的对待所有的我们高雄市民 所以我们这一次歌庸开的坛 也是同样的道理 大家可以知道 高雄是一个温暖 而且大家团结的城市 防疫工作能够团结 我们的防疫工作能够落实 在防疫的期间 大家的互相收听 陈其迈表示 非常感谢百货、旅宿、餐饮业者 成为发放高雄券的振兴伙伴 民众到这些地方消费 就可以拿到全市通用的高雄券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来的 我们餐饮、旅宿、百货 跟我们夜市商圈所有的好朋友 不用怕、向前驾 高雄市政府、挺大家的 让我们在防疫的同时 也能够让我们防疫的新生活 重新开机启动 迎接美好的未来 经发局表示 高雄开旧传振兴活动最核心的概念 就是消费落地、精准振兴 将振兴资源投入在最需要的产业之中 吸引振兴券消费落地高雄 带动更多在地经济 活动官网也同步上线 欢迎民众参考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 就是我们全台卫了我们的地方将会觉得最传最优惠的高雄